用眼睛手术竟出血 保健食品要吃对 保健食品可不是吃了就保健 圈台约500万人一患百内障 正常光线经眼球的透明水晶体 折射到四网膜形成影像 年纪大水晶体可能硬化 或过度曝晒紫外线 都会导致水晶体变浑浊 视线变模糊 就是百内障 平均每年有9万多人 严重到虚手术 致患人工水晶体 而国内最新研究发现 在手术过程中 或是术后眼睛出血的患者 竟都有吃银杏 深海鱼油 纳豆 红麴或红颈天 等五类保健食品 其中又以银杏 出血率高达4×5 最危险 医师表示 因为这些产品 多具有抗拟血功能 可防止中风 心肌梗塞 但术前就因停吃 否则恐应血流速度加快 增加出血风险 严重的话 还可能失明 银杏 纳豆 红麴 鱼油 这类的话 在手术之前的话 必须要先把这些 一个礼拜前 就要把这些产品先停掉 预防就是说 我们自己的 血液里面的一些浓度下降 在术后的时候的话 就比较能够 让伤口容易愈合 也比较不容易出血 众新闻综合报道 多加爆料给苹果 精彩哟 就拨角尖 全你指定的慈善机构 请拨账号或电子邮件 苹果运动网站或APP的爆料传区 你爆料 我捐款